整村连夜转移 扬州进入了集中爆发期 确诊数超过了南京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西西说 中国2019西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愈演愈烈 江苏省扬州市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南京 官方坦言当地的疫情进入了集中爆发期 微博上有网友在8月7号的时候拍到了当地整村连夜转移的惊人画面 目前当地一共累积有272例的确诊病例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指出 江苏省的卫健委在8月7号的时候公布 截止到8月6号的时候 江苏省一共新增了53例的本土确诊病例 其中南京市1例 扬州市52例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扬州市出现的本土确诊病例的总数已经超过了南京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 从7月20号新一轮的疫情爆发到8月6号 江苏省本省的确诊病例一共累计有516例 扬州市有272例 南京市有229例 淮安市12例 苏签市3例 江苏省委在8月5号的会议当中声称 南京市的疫情已经逐渐的趋缓可控 但是扬州市的疫情则已经进入了集中爆发期 中国的网友在微博当中公布了一段影片 8月7号的清晨扬州市的弯头镇联合村 整个村被官方连夜的转移到其他的地方隔离 许多的大型巴士趁着天还没有亮 安静的徐徐驶出了街道 当地的村民带着大包小包 听从防疫人员的指挥排队上车 对此官方并没有做出相关的说明 目前尚不清楚村民被载往何处 再来看一下中共发通告 说7月份的时候遇3000万人受灾 来自香港媒体东网的信息说 中国国家应急管理部在星期五 也就是8月6号的时候表示 中国内地今年7月份的时候 受洪涝颓风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 一共造成了3420.5万人次受灾 432人因灾害死亡或失踪 另外农作物的受灾面积达到了3370.1000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1488.4亿元人民币 当局表示中国内地上个月的时候 除了受洪涝颓风的主要灾害之外 另外也受到了风暴干旱地震 森林火灾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 经过初步的统计 各种自然灾害一共造成了349.9万人次 紧急撤离安置 10.5万间房屋倒塌 90.2万间不同程度的损坏 与近五年同期相比 因灾死亡失踪紧急撤离安置 直接经济损失 均分别上升了38% 30%和21% 由于中国北方降雨量明显的偏多 河南等地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在7月17号到22号 河南省一共有20个国家气象战的日降雨量 突破了建战以来的历史极值 北方江河汛情严重 中小河流涨势迅猛 黑龙江北京河南等25个省区市 一共有276条河流发生了超景以上的洪水 其中河南郑州新乡等多个城市 严重内涝 民众的生活严重的受到影响 此外在7月份有两个台风登陆中国 其中烟花的影响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 造成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8地 一共有408万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69.8亿元人民币 同时一共有24个省区市511个县遭受了风暴灾害 除了农作物的经济损失 风暴灾害也造成了191万人次受灾 15人因灾死亡或失踪 直接经济损失30.5亿元人民币 另外河南省近日暴雨成灾 当地政府在星期六 也就是8月7号的时候通报表示 这一次强降于对当地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造成了严重的损毁 高速公路路段被水毁坏2639处 149个收费站98对服务区被水浸泡 普通干线公路被水毁坏6553段 阻断通行95处 农村公路被阻断通行3852条 航运设施受损351处 道路运输场站受损52个 再建的高速公路项目被水毁坏受损的1255处 经过初步的统计 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109亿元人民币 再来看一下国际奥运会表示说 中国保证不再出现毛像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在东京奥运会场地单车女子团体赛当中 夺得金牌的中国选手鲍山菊和中天使 站在了颁奖台上领奖的时候 外衣上佩戴着中共已故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象征 违反了国际奥运会对于选手政治表态的规定 遭到了警告 中国奥运会已经发出了成亲函并且保证不再违规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国际奥运会在8月7号的时候表示 针对两位金牌得主的政治表态 已经收到了中国奥运会即发的成亲函 国际奥运会的发言人克劳表示说 我们已经收到了成亲函并且对相关的选手发出了警告 同时我们还收到了不再违规的保证 因此国际奥运会认为此事已经过去 报山局和中天使在8月2号的时候 佩戴着毛泽东头像的徽章 现身颁奖典礼 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的规定 也就是禁止选手在颁奖台上展示政治图腾 而佩戴毛泽东的项章半个世纪以来 在中国司空见惯 并且通常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识别标志 再来看一下全红禅老家沦为闹市 全妈哭叹 现在才知道亲戚这么多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14岁的女孩全红禅 8月5号的时候 夺得了奥运会的跳水金牌之后爆红 她的广东老家也越为了打卡胜地 每一天人山人海争相的蹭热度 全红禅的妈妈哭叹 现在才知道家里有这么多的亲戚 因为不堪其扰 全家已经闭门谢客 综合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指出 全红禅在8月5号的时候 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了金牌之后爆红 她在广东湛江的乡下冷清的老家 顿时张灯劫彩门停弱势 根据网传的影片显示 疑似当地官方派出了大型的吊车 与多名的工人 连夜把全红禅家的泥土地铺成了水泥地 准备迎接她光荣返乡 全红禅老家门前成为了网红的打卡圣地 数百人唯独在门口拍照 不少的村民网红带着手机直播来赚取流量 丝毫不顾及全红禅家人的感受 当地的警方为此在门前搭起了帐篷来设点防疫 拉起了警戒线来维持现场的秩序 许多厂商得知全红禅爱吃零食辣条 蒸香的运来了一箱一箱的辣条来蹭热度 让全家不知所措 全红禅的父母在8月6号的时候在老家摆了冠军宴 有企业家就送来了人民币20万元的关怀慰问金 但是全红禅的爸爸说 不能够消费女儿的荣誉 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 最后只留下了鲜花 全红禅在没有成名之前家里贫困 她的母亲生病还借了不少的钱来治病 在夺金爆红之后 许多的亲戚都赶来抢合照蹭热度 根据中国内地媒体海峡都市报的信息显示 全红禅的妈妈在采访当中哭着说 现在才知道家里有这么多的亲戚 全都冒出来了 还有拿着医疗箱跑来的 因为不堪其扰 全红禅家已经闭门谢客 还引发了一些人对着她的家人恶言相向 指责全红禅一家架子大 霸道形容此情此景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许多中国网友为此纷纷的呼吁有关部门要介入 来保护奥运冠军的家人 免受打扰 再来看一下上千的女粉丝大闹公安局索要吴亦凡 来自世界日报的报道说 中国艺人吴亦凡日前被曝酒桌选飞 涉嫌诱奸 遭到了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宣告刑事拘留 前几天的深夜 北京朝阳公安分局的大厅 来了三个看起来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 他们是前来探监吴亦凡的铁杆粉丝的代表 三个女孩走出去不久 很快广场上就被上千人站满 他们这次来到朝阳公安分局的目的 就是为了探监吴亦凡 综合媒体的报道指出 铁粉代表问吴亦凡被关在哪里 警员们回答 没有在这里 他们再问 那他不关在这里吗 收到的回复是我们不清楚 当大家从三个铁粉的嘴里得知了讯问的后果之后 便开始在警局的大门口大吵大闹聚众抗议 他们个个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高举写着 凡凡的R1D牌 声嘶力竭的高喊着凡凡 对文讯赶来阻拦的保安置之不理 根据报道 除了高喊吴亦凡的名字之外 众人也齐声高唱着一首歌曲叫《时间主语》 来表达对偶像心疼以及不舍的同时 也在为他默默的祈祷 吴亦凡因为涉嫌右肩未成年少女罪 7月31号的时候被北京公安刑拘 目前音讯全无 直到现在这些自称跟随吴亦凡9年的铁粉们 依然觉得吴亦凡是无辜的 报道表示 有粉丝公然的对吴亦凡表忠心说 他们一直都会在绝不脱粉 有人则无奈的隔空喊话吴亦凡 表示好想他 希望得到他的消息 甚至还有粉丝表示 一直在为吴亦凡开脱 而在中国以外的地区 也有粉丝想救吴亦凡 中东东欧等地的社群网络当中 对吴亦凡事件的讨论 也一样的热度升级 吴亦凡的国际粉丝团也在声援他 表示说他们一点都不相信指控 他们非常的爱吴亦凡 甚至有粉丝将吴亦凡称为英雄天使 还表示无论如何 他们都会一直支持他 不过也有粉丝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开始教育别的粉丝 不要一直支持一个犯罪嫌疑人 报道表示 有人注册了吴亦凡的私人账号 向他的粉丝们发起了求助的信号 表示他是无辜的 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他需要他们的帮助 打着吴亦凡的旗号来进行诈骗 再来看一下 全球恐怖头目 在天五人 美国誓言要彻底的摧毁晶圆 来自美国电影的报道说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 也就是8月6号的时候 宣布了把五个伊斯兰激进分子 列入了全球恐怖分子的名单 并且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和利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说 刚刚被列入这个名单的五个人当中 有伊斯兰国在莫桑比克的分支机构的高级军事指挥官 伯诺马德马丘德奥马尔 布林肯表示说 奥马尔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在帕尔玛城率领一群极端分子 袭击了城里的阿玛鲁拉酒店 打死了数十人 此外 布林肯表示说 这个极端分子头目还在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 制造了多起袭击事件 另外四名被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的人士 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 马里伊斯兰教祈祷团的高级领导人 西当西塔和撒利姆·沃尔德·哈桑 以及索马里青年党组织领导人 阿里·穆罕默德·拉吉 和阿布迪卡迪尔 穆罕默德·阿布迪卡迪尔 美国公务院要求有关方面 冻结这些人在美国的财产所有权 或其他的利益 同时也禁止任何人与金融机构 与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人 发生商业关系 否则将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为外国恐怖组织提供 或者是试图提供物质支持的行为 也将被美国视为犯罪 布林肯还表示说 美国将继续的努力摧毁 莫桑比克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人民阵线和青年党 等些恐怖组织的融资渠道 限制他们对平民发动新的袭击的能力 支持美国的合作伙伴 干扰恐怖主义的融资活动 布林肯表示说 应对非洲各地的恐怖主义威胁 需要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密切的合作 以削弱这些恐怖组织的能力和行动 打击他们在西非东非和南部非洲的 控制力和影响力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